在宿舍里开直播火了之后 室友眼红 想要在我的直播里面经常出镜成为网红 可是 他不知道 我的直播是给死人看的 我是天生灵体 可他不是 我好心劝他 你不要打这个主意了 我的直播的观众都是死人 可是 室友翻了个白眼 不愿意让我火就直说 说着 还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入了镜 几日后 室友开始脸色泛白 他疯狂买不气血的药 我却明白 他是被死人找上了 我是一个天生灵体的直播 靠给死人表演来获得钱 因为还是大学生 所以我必须得在宿舍里面开直播 每次开直播之前 我都会把账字捂得严严实实 不让任何人进来 可是 我的室友萧玲玲 在知道我在拍直播后 兴奋地问我 你有多少粉丝 我琢磨了一下 然后比了个数字 五十万 萧玲玲兴奋地跳起来 宋欢 我们是好姐妹对吗 你让我入个镜 等我到时候火了 我会记得你的恩情的 我皱了重眉 你不要打这个主意了 我的直播的观众都是死人 萧玲玲翻了个白眼 不愿意让我火就直说 隔天 她就趁着我不注意 先开我的杖子入了镜 我慌忙放下手中的鸡腿 看向她 别在镜头前 萧玲玲穿着粉红色的包囤裙 脸上还化了全装 宋欢 你在吃芝士火鸡面吗 可以让我也一起来吃吗 我的冷汗瞬间流下 果然 和我连线的死人 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这句身体 很不错 而底下很快涌起了一排评论 吴不是夸赞萧玲玲身体的 我慌忙切断直播 你难道不能带带我吗 我们可是室友呢 我站起来 强忍着怒火 行 你要入镜是吧 那你就入 我镜头对面的死人 可是很喜欢入镜的活人呢 萧玲玲在我拒绝她入镜之后 很快就开始针对我 她一进宿舍就捂着鼻子 宋欢 你是不是有狡气啊 好臭 另外两位室友闻了闻 没有啊 没闻到臭味 萧玲玲翻了个白眼 你们怎么帮她说话呀 我觉得 她就是身上一个不怪味 其他两个室友 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我没说话 在思考怎样帮萧玲玲 解决被死人盯上的事情 因为怪味是从萧玲玲身上传来的 萧玲玲的背后 此时正趴着一只死人 死人贪婪地吸食着她身上的活气 一张醉生梦死的样子 看得出来 生前应该是只色鬼 这种色鬼 力量最弱 最好解决 胡思乱想间 我皱了皱眉 拿出猪砂和毛笔 很快 我又再次拉上个杖子 再拉上杖子后 我打开台灯 然后把手机打开 开始直播 对 今天我吃的是牛乳雪糕 和自制蛋黄派 我边和直播里的死人打招呼 边在本子上用红色的猪砂画符 我画的是追踪符 这样就能够定位出 趴在她背上的死人的坟墓 才好解决问题 但是 萧玲玲又拉开我的杖子进来了 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 露出大片气肤 更不用说她还在我的镜头面前 故意低下腰 大家好啊 我叫萧玲玲 是宋欢的室友 我也抬通了直播账号 叫做小玲玲 大家可以去我的直播间看我跳舞 萧玲玲刚说完就把我的蛋黄派不小心打翻 蛋黄派瞬间倒在桌子上 把我写的符中弄花了 黄色的蛋黄派和奶油混合着朱砂 原本的符变得模糊不清 我头都大了 哎呀 欢欢 真是对不起 说着 萧玲玲主动凑到我跟前 看上去是给我擦蛋黄派的痕迹 其实故意离镜头更近 然后比了个wink 大家一定要来我的直播间哦 今天晚上十点准时和大家见面 我简直想要吐血 她这是自己在做死 我立马切断直播 你不要开播 那些死人一旦盯上了你 你就完了 萧玲玲依然怪气 不是 你凭什么不让我开播呀 就允许你自己开播 不允许我播了 我默默咽下气 行 你要播就播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萧玲玲开播之后 立马吸引了一大批死人 当天夜里 她穿着吊带扭了几乎一晚上 我点开她的直播 果然 那些色鬼对这种喜欢擦边的女主播 表露出喜欢 满屏都是扭得不错 直到第二天 萧玲玲顶着一对黑眼圈 但是看上去很兴奋 哈哈 我昨天一晚上 就有十几个大哥 给我打赏火箭 我刚提现了八千 宋欢 你有好的东西不肯分享 简直太过分了 我却捂住了眉 好半场 我颤抖着问 昨天有多少个人定打赏 萧玲玲冷笑道 120个 极度吧 一只鬼趴在她的背上 就有她好手了 更不用说是120只鬼 我都不敢想象 120只鬼趴在她背上的样子 昨天趴在萧玲玲背上的鬼已经消失了 但是萧玲玲的脖子处 却多了一条黑纹 是死人纹 萧玲玲已经被那只鬼做了标记 现在完全成为那只鬼的石库了 那只鬼会吸食她的灵魂和血肉 直到她死 我身上一股冷汗 我之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 萧玲玲很快就出了宿舍门 等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她拎着漂亮的包包 还买了几件衣服 但是 昨天晚上她太吵了 这会其他的两个室友不满意了 萧玲玲 你能不能声音小点啊 萧玲玲扭着胯 闻眼回头看了一眼室友 你一见这么多 你怎么不搬出去住啊 没钱的穷鬼 室友的脸都气红了 当天晚上 萧玲玲扭到凌晨三点 擦玻璃 让我们一起来擦玻璃 宋欢扭动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 脸上满是谄媚和讨好 其余的室友翻了个白眼 无语了 擦鞭女 萧玲玲笑咪咪的 哥哥们 我先下了 再见 萧玲玲要睡觉了 一个星期 萧玲玲就通过直播赚了三万 但是 因为盯上萧玲玲的鬼太多 所以萧玲玲这些天的脸色苍白 和死人的脸色一样 萧玲玲看了几条帖子 断定道 我这是熬夜熬多了 气血虚 多喝些补气血的药就好了 我摇了摇头 她离死不远了 在室友的投诉下 萧玲玲直接搬出去住了 其他两个室友松了口气 萧玲玲连续好几天都没去上课 而是在出租屋里面做直播 我直播就能赚那么多钱 既然不能晚上熬夜 那我就白天做直播好了 几天后 当萧玲玲再次来上课的时候 我震惊了 萧玲玲脖子上黑线变多了 密密麻麻 起码有七十条 而这些条文 只有我才能看到 萧玲玲本人却看不到 而之前趴在她身后的鬼魂消失了 但是她身上却笼罩了一团黑雾 我本想要劝萧玲玲 不要再继续直播 但想起萧玲玲之前的态度 还是作罢 不过 我还是最后好生好气的劝了下 结果第二天就听见萧玲玲 在别人的面前排挤我 你知道宋欢吗 就是我们宿舍的 我不是晚上开直播吗 最近赚了点钱 她眼红我 拼命的让我不要再开播了 另一个同学捂住嘴 震惊的说 真的假的 宋欢平时看上去 也不像是会这么做的人啊 当然是真的了 人不可貌相吗 我心里面憋了一团火 转身离开 得 属于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 这天 以前高中的同学组织同学聚会 她的男朋友坐在她的身边 辅助的给她加菜 大家现在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多少啊 萧玲玲首先发问 很快就有同学说 我们都还是学生 哪里来的工资啊 萧玲玲眨了眨眼 可是我上个月光直播收入就有五万眼 我买了好几个名牌包包 说着 萧玲玲主动将她的包晃了晃 有的人翻了白眼 我们还是开始吃饭吧 萧玲玲只好点头 但是期间 她就像是没长手一样 一直让她的男朋友给她喂饭 宝宝 我要吃这个吗 好好好 说着 她的男朋友给她加了一只虾 这二人将席间的各个菜都尝了一遍 而且 她男朋友加菜加得巨快 搞得其他人根本没有吃到多少菜 萧玲玲 你和你男朋友这样吃 我们还怎么吃啊 萧玲玲眨眨眼睛 哎呀 凶什么呀 站起来的女生叫做成倩 是我们当初的班长 萧玲玲也站起来 她当初本来就看不惯成倩 觉得成倩抢了她的风筒 哥哥 你女朋友好凶呀 成倩的男朋友 甘大地笑了笑 萧玲玲用手指戳了戳男人的胸膛 自认为风情万种 你女朋友和我 谁好看 成倩已经憋不住了 萧玲玲 你太过分了 萧玲玲耸了耸肩 我还没做什么呢 你就说我过分了 成倩将包拿起 然后离开了宴席 接下来的气氛尴尬 大家一起安静的 拔完了碗里的饭就匆匆告别了 因为 萧玲玲的男朋友 给萧玲玲加菜 不用公筷 二人将筷子含在嘴里缩了缩 然后就直接捅进菜里 明明距离上次 在宴席上面一起吃饭还没多久 大家都想不到 萧玲玲会突然踹掉她的男朋友 萧玲玲把成倩的男朋友圆东勾到手了 圆东本来和成倩的关系很好 几乎快要到了谈会论嫁的地步 成倩甚至把圆东回去见过家长 但是萧玲玲柴的圆东 只是缠了几天 每天黏糊糊的喊人家学长 就成功的把人家的魂给勾跑了 提起圆东的时候 成倩的脸上全是弄意 萧玲玲真不是个好东西 还有圆东 脸上全是累 从高中到大学毕业 整整七年 我为狗了 周围的同学都安慰着成倩 顺便还骂了下萧玲玲 算了 就当是排除渣男了 这种人最容易在你怀孕的时候出轨 也算是阴祸都服了吧 成倩勉强笑了笑 但是失恋的阴影 不是那么快容易走出来的 我全程半垂着眼 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心里面生腾起一个想法 能够把相恋七年的情侣突然拆散 萧玲玲该不会是 不对 这个想法刚在我的心里面冒出苗头 就被我按捺下去了 和鬼魂做交易 怎么可能呢 半个月后 萧玲玲突然找上我 她的样子神神秘秘的 还戴着墨镜 送欢 这个手环送给你 我花了一万块钱买的 萧玲玲肯花一万块钱送我一个手环 我仔细地盯着这个手环 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手环里面有一只邪灵 这种邪灵能够改变命数 吸魂诫命 是很邪气的东西 这种东西很难搞到 我偷偷咬破手指 然后抹了抹眼角 萧玲玲身上寄生的鬼魂太多了 怨气遮蔽 所以我只用肉眼看的话 根本看不见她身上鬼魂的多少 而她的唇色惨白 有些急切地把手环塞到了我的手里面 求你了 送欢 就收下吧 我善意提醒 你真的要我收下 萧玲玲立马点头 看上去有些不耐烦 我都说给你了 一万块钱一个的手环 别人想要都没有 我白送给你 你还不要 我想要说话 去猴中一狗 算了 我还是收下吧 为了避免她去害别人 我不收的话 萧玲玲也会找别人收下的 那我就拿下了 萧玲玲看见我拿下了一个手环 笑了给我戴上 送欢 你要天天戴着呀 这个手环可是对你很好的呢 她的脸上满是谄媚 萧玲玲笑容满面 然后拿着手上的包 跑半天 从包里面摸出三千块钱 对了 我之前是不是借了你三千块钱来着 现在还给你 我想起来了 当初萧玲玲家里面有事 找了身边几乎所的人借钱 但是通通都被拒绝了 只有我在那个时候 借了她钱 后来 萧玲玲三番四次的找借口说没钱 过去一年 钱的事情也没着落 要不是我替她遭受厄运 她哪里会还钱 我不动声色的借过她手中的钱 垂下眼帘 萧玲玲哪里会知道 我是天生灵体 这个手环里面的邪灵 不仅吸不走我的寿命 而且还会反噬到她的身上 几天后 我再次见到萧玲玲的时候 她看上去比以前的神色要好了很多 不仅如此 看上去也比以前更加的娇美了 她笑着在公众场所和袁东亲们 身旁的成倩脸色阴沉 但还是很有素质的没骂出来 我用血沾染到眼睛上面一看 之前原本趴在她身上的数十只鬼物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女鬼 女鬼留着长长的头发 正趴在萧玲玲的背上 看上去愤外诡异 我没太在意 毕竟萧玲玲现在确实什么鬼物 都能趴在她的身上 吸食着她的活气 据我观察 她身上的这个女鬼 似乎实力很深厚 与原本的所有鬼物都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仅如此 女鬼甚至吞噬掉了原本所有的鬼物 我看着萧玲玲脖子上面 唯一的一根黑线 陷入沉思 几天之后 袁东突然暴毙 更是验证了我心中原本的猜想 萧玲玲在和一只女鬼做交易 袁东在这场交易中 只是一个牺牲品 冲作了女鬼的食物 几天之后 萧玲玲邀请所有的同学 都去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 萧玲玲脸上画着时下流行的微醺装 脸上的魅意比之前更加的浓重 萧玲玲笑着说 大家这次来的原因都知道了吧 我和志斌要结婚了 就在月底 志斌 面前萧玲玲买着的这个男人 是一个我们之前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的中年男人 男人搂着萧玲玲的腰 笑了笑 一张像是油饼的脸上面堆满了笑容 对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的婚礼 萧玲玲害羞的笑了起来 然后对周围的同学说 大家敞开了吃 这次是我老公买单 在场的同学的脸色都黑了 还有个脾气不能忍的 直接道 萧玲玲 你是什么意思 我认出来了 这个同学是之前萧玲玲的死敌 二人一直看不对眼 与此同时 这场宴会里面邀请了好几个人 似乎都是以前和萧玲玲闹过矛盾的 我的心顿时被提起 这不对劲 萧玲玲本来就是那种牙子必爆的性格 怎么会邀请他们来 我用鞋点在眼边 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场景 这 这哪里是邀请 桌子上面的酒是湿油 肉是死尸肉 就连萧玲玲身边的 这个即将和她结婚的新郎 都不是人 我的心顿时掉了起来 而萧玲玲转移话题 看向我 宋欢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给你戴着的手环 还在手上吧 这种邪物对我是没有影响 所以我戴着也无妨 但是我之前为了避免手镯 对萧玲玲的反噬 所以我很少戴在手上 而是放在包里面 我从包里面迅速地拿出那个手环 套在手腕上 然后给萧玲玲看 对 还在我的手腕上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呢 无论如何 她这次能够拿出这些东西 背后必定有人推波助澜 就连和鬼做交易 也肯定是由背后的人在推动 一介凡人 原本连趴在身上的鬼都不知道 现在就能够和鬼做交易了 已经死去了一个圆冬 而我 不能让这些邪物伤害我身边的人 白痴灯明晃晃地落在桌子上 我故意装作不小心 往前一倒 顿时桌子翻了 上面的菜全部都落在地上 发出乒乓的响声 萧玲玲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 宋欢 你在干什么 外面的天色渐渐黑下来 看上去 酒店里面的桌子和红色的地毯 就像是一幅诡异的镇 对了 镇 我曾经见过的 这种阴险狠辣的镇术 是用来献击的 萧玲玲她简直是疯了 她竟然想要再逞十几位同学的命 想没扶起我 担忧到 完了 欢欢 这肯定要赔很多钱吧 萧玲玲的表情已经很难看了 恨不得把我掐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吧 我赔你钱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大家走吧 但是 萧玲玲却拦住了想要离开的我们 什么意思啊 难道大家是看不起我吗 才来这么一会儿就想要离开 在场的有人皱着眉说 我们看不起你吗 萧玲玲到底是谁看不起谁 一直来 都是萧玲玲看不起在场的同学 甚至三番两次的出言侮辱 萧玲玲笑了笑 反正你们今天别想走 门口 她所谓的老公已经锁好了门 咔嚓一声响 落在空气里面格外诡异 萧玲玲 你什么意思啊 萧玲玲耸了耸肩 如你们所见 你们今夜不能走 我为你们准备了专门睡觉的房间 五星级酒店的房间很贵的 果然 有几个人犹豫下来 我心里面火急火燎 要知道 今天待在这里的人都会死 这时 不知道是谁突然说声 好臭啊 大家耸动着鼻子 果然 空气中漂浮着一种死尸的味道 月亮透过窗户 落在房间里面 而原本萧玲玲的老公 一下子变成了一具死尸 身上不断开始流淌出农业 刚刚的湿臭味 就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的 周围的人都捂住鼻子 我却皱着眉 要是人装都不装了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可怕呀 果然 一张人脸下一秒 就软啪啪地落在了地上 萧玲玲的被婚夫彻底露出了原形 一张恐怖的 扭曲的湿脸 乐臭冲天 在场的同学纷纷弯下身熬了起来 我大叫不好 这不是普通的死尸 这是月尸 在月光的加持下 会变得格外的强悍的一种习物 我倒吸一口气 收手吧 萧玲玲 这种东西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月光下 萧玲玲的脸变得恐怖起来 她脸上原本的微醺装变得丑陋 紧接着 萧玲玲用手抹了下脸 宋欢 我现在变成这样了 你很满意吧 我被我身上死人吸干了火气 再过不久 我就会死去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 你们都要把你们的命给我 乐师走过来 发出一声怒吼 然后她掐住其中一个女生的脖子 没过多久 那女生就死在乐师的手中 而那个女生身上的活气 一下子全部涌到了萧玲玲身上 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恐慌 但是房间里面的空间很小 没有能够藏的地方 刚刚那个女生就是想要跑出去 打开门的时候被掐死的 现在也没有人敢打开那扇门了 萧玲玲深吸了一口气 发出满足的声音 这就是活气吗 我感觉好极了 与此同时 她脸上原本流失胶原蛋白的脸 开始渐渐变得腾胀 我才22岁 我不想死 很快就有人开始哭泣 大家都心里面火急火燎 但是却没有办法 月师原本还在动着的步子 一下子停顿下来 紧接着 她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天生灵体的血 对那种恐怖的邪物 有着致命的作用 萧玲玲脸上的表情僵了僵 我迅速在半空中开始画符 然后任平符扑在月师的身上 随着一声痛苦的哀嚎声 月师的身形慢慢消失 在原本的地上 留下一群如动着的虫子 外面的月光更白更亮了 萧玲玲单愣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 她才说 宋欢 你摇过我 萧玲玲匍在我的脚边 你知道吗 刚刚被月师杀死的 是曾经在高中校园霸凌过我的人 她最有应得对不对 你知道吗 宋欢 那个女生曾经掐着我的脖子 要我在厕所里面学狗叫 她还掐着我的脖子 我曾经得过抑郁症 但是没有人救我 我只是想要赚钱 一命一切都在变好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周围的好几个同学 在这个时候都垂下了头 我问道 可是在场也有好几个 与你无冤无仇的人 那你为什么还是想要他们的信任 萧玲玲哽了下 我只是有点嫉妒他们 我看向她 包括我吗 萧玲玲突然气惨了一笑 宋欢 对不起 你原谅我 我知道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让周围的人先走 有人带着胆子去开房间的门 看见没事之后 迅速的往外面冲去 等人都走完后 我看向萧玲玲 她的脸还没有复原 此时依旧是丑陋的 全然不像她之前那样青春貌美的样子 我垂下眼 全横了一番 你背后的人是谁 她给你的东西 全都是损人不利己的 你用那些东西的同时 你也会遭受反噬的 懂吗 萧玲玲很显然不懂 我深吸一口气 你带我去找你背后的那个人 说不定你还能多活几天 萧玲玲犹豫了下 真的能救我吗 我皱了眉 也不算救 你的身体早就成为了你身后那只鬼的容器 只能说我能让你多活一阵 萧玲玲满脸失泪 那好吧 我带你去 萧玲玲在地上摸索了一份 终于碰到了一个机关 她把机关的突起部分按下去 那我们一起下去 萧玲玲一直在我的身后 地下室里面很阴凉 竟然与开着空调的酒店温度大差不差 越往里面走 我发现自己的呼吸越困难 像是有什么克制我的东西在这地下室里面 我意识到不对劲 当机立断 直接往楼梯的上面走 可是 萧玲玲却直接碰到墙壁上的机关 把地下室的出口关闭了 你 萧玲玲脸上的表情得意 宋欢 你想不到吧 其实 这场局里面只要有你一个人就可以了 其余的人确实和我有仇 但是你是这场局里面最关键的人 其他人可有可无 我只是想让他们死 但是告诉我 你是天生灵体 我真是嫉妒啊 但是天生灵体又如何 到时候 我占用了你的身体 我就能直接赚直播的钱 还不会遭受反噬了 我看着她得意洋洋的脸 目从心头起 但是没有用 我全身的力气渐渐消失 黑暗中 传来一个声音 萧玲玲 办得不错 我到时把你和她的灵魂换掉 你就能拥有她的身体了 萧玲玲的声音里面遮掩不住的庆幸 谢谢大师 可是 哪里有什么换掉灵魂的秘书 萧玲玲她这是被骗了 还在数钱呢 我撑着最后一口气 画了道符 紧接着 我的头发被人扯起 眼前的男人长了一张年轻的脸 但是目光却是浑浊的 像是一个老人 这个男人 无比的面熟 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家附近的摊贩 偶尔会卖糖水的老人 在我小时候 经常遇见的清洁工 他曾用无数张变化着的相似的脸 密切地关注着我的成长 关注着我的生活 小时候 我一度患上脸盲症 认为这个世界的人都长得差不多 不然怎么卖糖水的那个老人 为什么和卖冰糖葫芦的年轻人 长得那么像 而卖冰糖葫芦的年轻人 又和在街道上打扫树叶的清洁工人 长得很像 还有很多很多人 照顾我小狗的温和大哥哥 在我小时候 原本的幼儿园班主任老师生病 结果来了温柔的代科女老师 他曾对我喂过糖 他们好像都共用了一张脸 我心里面已经了然 他不是帮萧灵命 而是帮他自己 我曾经在书上看见过一种鬼 可以满足人的各种欲望 但是需要人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种鬼 性格狡猾 名为怨鬼 看来 之前在萧灵命身上看到的那只女鬼 就是怨鬼 而面前的男人 是怨鬼忠诚的信奉者 本来应该死在22年前 但是和怨鬼进行了交易 监视着我的成长 找到我的方向 然后选择一个月夜 让怨鬼获得我的身体 天生灵体 灵就灵在和阴间的鬼交流无阻 灵在肉身的长生不老 面前的男人 很快割破我的手腕 血顺着我的手腕不断的低落 我能感觉到身上的力量不断的消失 萧灵灵在一旁兴奋的叫道 怎么样 割完她的手腕 就能让我活下来了吧 但是很快 萧灵灵想错了 因为面前的男人 用一个匕首刺中了她的胸口 萧灵灵不可置信的 看着胸前的匕首 发出难听的呵呵声 你骗我 男人的匕首 在她的血肉里面转动一番 怎么能算是骗呢 是你太蠢 根本不用骗 勾勾手指 自己就赶上来了 况且 反正你在不久之后也会死 我只是让你提前死罢了 萧灵灵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是这么个结局 她的瞳孔慢慢扩大 然后涣散 男人道 主人 你可以得到新生了 原本一直趴在萧灵灵背后的女鬼 渐渐现出身形 待在这具身体里面真是不舒服 想必日后待在灵体里面才会更舒服 男人拿出一把刀 然后刺向我 她斩断了我所有的心脉 只听见血肉被刺破分裂的声音 我的身体里面涌出一滩血 血顺着刀尖滴落 主人 你可以进入灵体了 坏音刚落 女人就迫不及待地与我的身体化了一体 视线一下子变得昏暗 面前的男人贪婪地看向我 怎么样 主人 想必与这具身体适应得非常好吧 我笑了笑 感受着身体里面充沛的鬼气 我的脖子上 手臂上 全都蔓延着黑色的纹路 看上去就是盛开着的 无比灿烂的花 地下室里面的白痴灯发出爆裂的声音 紧接着 我缓缓伸出手 一缕鬼气泄漏 缠绕着男人的脖子 我与这具身体相处得很好呢 只可惜你却是要死了 男人瞪大眼睛看着我 不对 为什么 主人 我画的符声笑了 在危机关头救了我一命 我吸纳了原本要附在我身上的女鬼 然后和她融为一体 在危机关头 我只能想到一点 那就是 我是天生灵体 天生灵体 是不断地遗传的 小时候 我就遇见过很多的鬼 垂涎着我的肉身 我哭着找我的妈妈 她跟我说 记住了 那些鬼都是看你是天生灵体 所以才缠着你 但是你不要怕 你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候 画出这么一道符 说着 她在我的面前掩饰了一遍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妈妈 好充沛的鬼气 想必面前这个男人 早就在消灵运之前 找很多和消灵运一样的人 然后借着他们的手 杀害了很多其他无辜的人命 所以才供奉出如此强大的一个怨鬼 我挥了挥手 男人的嘴角缓缓流下一丝血 男人面孔被上的亲子 不对 你不是主人 主人怎么样了 你知道我当初和怨鬼做交易 用的是什么吗 我一个将死之人 身上没有财物 我没有寿命 没有灵魂 我用我妻子和女儿的寿命 来换我的命 我垂下眼 要是用怨鬼的手段 来换走你妻子女儿的寿命的话 他们下辈子也会早死 但是 只要你死了 轮回就会被填上 我加大力气 紧接着 男人在鬼气中慢慢窒息 整个地下室里面就只剩下我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低眉 看向墙角的镜子 镜子里面 我已经不再是我 我的身旁多了一只鬼魂 红色的衣服 大蜡着的星红的眼角 看上去格外恐怖 她在镜子里面冲我笑 你以为你用了服务 就能够很好的压制住我吗 我永远活在你的身体里面 等你出去之后 谁知道我们谁能够压得住谁呢 我还会有人和我交易的 等我的力量更加强大 你的灵魂终将被我吞噬 我垂下眼 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的身体里面 已经有了两个灵魂 这个女鬼 早就借着他人的手 杀了不少的人 所以力量强大 不是我能压制得住的 我笑了笑 现在我才是你的容器 所以我死了 你也就不能走出去了 镜子里面 女人仰头笑了起来 你 你怎么可能敢死 怎么不敢呢 我笑了笑 然后拿出匕首 直直地刺了我的心房 随着怨鬼尖锐的声音 我倒在地上 镜子化为灰烬 整个地下室 在一片轰隆声中倒塌 我恍惚想起 我小时候对我妈说过的话 妈妈 我不要做天生灵体了 那么多鬼在我的身边 我好怕 她搂着我 不要怕 永远不要怕 她死的时候对我说 你作为天生灵体 必要的时候 可以为其他人死去 小时候不理解 甚至到我长大 也不能够理解 但是 原来我早就能够愿意 付出生命来守护着其他人 我缓缓闭上眼 过往的回忆 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着 然后成为空白 再见了 美丽的世界